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我是戴力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最近欧洲的英国 现在沉溺在一片喜悦当中 为什么 就来看看一张照片了 看看这张照片里面 威廉王子 他生了小王子乔治了 他跟着他老婆两个人 很快乐地住进哪里呢 肯兴顿宫 这肯兴顿宫 英国皇室的皇宫 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皇宫里面 被人家称为立音房 这个立音房 可不是外面店家的立音房 小朋友住到里面去安稳吗 是个问号 另外呢 台湾最近有一部电影 非常卖座 票房已经破了三亿了 《钟破塞》这部电影 可是这部电影里面 暗藏了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呢 可是台湾人的年轻人的 一个碑歌 在今天的新闻龙卷风里面 我们对于《钟破塞》 要来揭秘 年轻人的这个密码究竟是什么 还有 究竟立音房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也要来告诉你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刚好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你刚好各位晚安 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你刚好大家好 资本文化社社长刘灿荣 你刚好大家好 资深财经记者卢彦丽 你刚好大家晚安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看到的是英国皇室的喜悦 可是英国皇室的喜悦当中 那立音房又是什么呢 英国皇室的传记作家莫顿就讲了一句话 这个房间啊 这小乔治住在里面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呵护着他 看着他呀 立岗 你说的这个小乔治 就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他们所生的这个墙堡中的 观众朋友看一下 才几个月大而已 对呀 那他们现在被人家爆料 你刚刚一直讲到这个 王室传记的一个作家叫莫顿 他也曾经帮这个 戴安娜王妃写过一些书 对 莫顿他讲啊 现在这对夫妻 带着他们的这个小婴儿 要住进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因为莫顿对这个肯兴顿宫 是非常的熟悉 这肯兴顿宫的内部构造 我等一下来跟观众朋友讲 非常非常的邪门 但我要先讲 小宝宝发生什么事情 小宝宝啊 在住进了肯兴顿宫之后 常常在半夜睡觉的时候 会莫名其妙的惊醒 我们晓得 小婴儿半夜惊醒 并不奇怪 那就是睡不安稳 但是如果 要不就是肚子饿了 你讲的都对 但如果凯特王妃 才刚把他哄完 他又惊醒了呢 一人在载而三 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再加上我刚刚讲的 皇室传记的作家莫顿 他主动讲 因为那儿不干净 到底那儿是哪里 我这里要揭穿答案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肯兴顿宫的剖面图 肯兴顿宫立冈 17世纪就见到现在 哇 这么多 这里头住了很多的王室 而这些皇室里头 几乎绝大部分都是 王妃 公主 或者是一些国王 我先讲小乔治 小宝宝他住的地方 郁观众朋友 你一定对这个 目前特别有兴趣 他就住在这儿 1A区 莫顿讲 他住在1A区 就是这附近 当然这个目前列为 他们的皇室机密 总不可能大啦啦告诉你说 哪一个房间 对 但是他爆料 大概是在这儿 好 那我们姑且相信的话 这个地方呢 莫顿说它是 肯兴顿宫里头 数一数二因的地方 我就来讲几个比较有名的 你边看画面 观众朋友 你边听我讲一些老故事 有一个国王叫乔治二世 乔治二世当初 他也死在肯兴顿宫里头 他怎么死的 他是心脏衰竭而死 虽然这是早在1760年的事情 可是我问各位 他心脏衰竭而死 哪一个国王对自己的王位 舍得啊 你意思说他眷恋 多少都会嘛 他舍不得他的王位 结果呢 舍不得的情况下 留下来了 你想对了 所以留在那肯兴顿宫里面 但是你是猜的 但有人是亲眼看到 历来这两三百年 很多王室里头的 比方说仆人 或者是相关其他的皇室成员 都会在窗边看到老国王乔治二世 排回不去 在那里哀声叹气 再来 你看看这些 他所可能走过的王宫里头的必经之路 难道就只有乔治二世舍不得走吗 还有一个是乔治四世的王后 卡洛林公主 卡洛林王后对不起 卡洛林王后他也舍不得走 因为他生前的时候 他跟我刚刚讲的乔治四世啊 婚姻不够美满 不幸福 他后来甚至被放逐 放逐就有什么 观众 怨念 不甘心 因为不甘心被放逐 你讲对 好 所以 抑郁而终他不甘心被放逐 抑郁而终之后 他被放逐 那他会想要回来什么 回来他当初生前居住的地方 结果一样 就有很多的人看到他在走廊上 他的阴魂不散 你是说在恳心更顿宫的走廊上 也有 卡洛林王后的身影 第三个观众朋友 你听到这那就更恐怖了 玛丽二世王后 她是威廉三世的老婆 但是这个老婆32岁就死了 得天花 天花在那个时候是黑死病啊 绝症 我皇室我得这个病 我甘愿吗 我才32岁 我花了年华我就死了 我还是王后耶 果然后来一样 也是看到 很多人看到他的 我讲的就是不干净的灵体 那为什么 我还是回到那句老话 这不是只有我说 包括王室载底的那些仆人 老管家他们都讲 悲伤啊 这些公主跟王后悲伤啊 因为他们都遭到一些恶毒的手段 甚至疯狂 我最后要讲个结论 最悲伤的是谁 代妃 代妃 代阿娜王妃的灵鳩 等一下 代阿娜王妃也住在这里啊 他住过 但比较令我毛的是 代阿娜王妃的灵鳩曾经亭临在这儿 也在肯兴顿宫 亭临在这儿 你说 后来会发生哪些事情 但说到这鬼神 许多人都不相信 可是呢 天主教梵蒂冈 这些教主 教宗们他们会相信吗 有哦 天主教里面并不否认说有鬼神之存在 甚至呢 还成立了一个单位 专门是驱鬼的 各位可以看 罗马天主教的神父 他是可以帮别人驱魔的 那这个驱魔需要主教的认定 而不是每一位神父都可以驱魔 而是需要得到教宗 或者主教的同意以后 你还要进驱魔学校 进了驱魔学校 还有专属驱魔学校 他还有一个专属的 所以要练学的就是驱魔 驱魔的所有的仪式 那驱魔所有的仪式 都跟圣主 圣像 圣灵 圣经 圣水 那些息息相关 所以天主教本身 他就有驱魔的仪式 那他驱魔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了解 他最重要的仪式 是先认定你有没有精神状况的毛病 没有的话 我进行驱魔的话 先用按你的一个十字 十字完了以后 撒圣水 然后弄圣像 逼得恶魔你要讲出这个名字 如果恶魔不讲的话 就开始进行所谓的驱魔仪式 那在意大利 他首席的驱魔师叫做阿末斯神父 他三十年来 他每周都要进行这种神秘又古老的驱魔仪式 他有一个圣代 这个圣代里面 他装了很多 跟圣经 圣物 圣像 圣水 等这些 还有圣钉 等这些 他总共他处理过了七万件不可思议的现象 那七万件不可思议的现象 你很多电影 都是以阿末斯神父的驱魔仪式为主 阿末斯他驱魔过程中 最难处理的一个案子 就是路西亚案 路西亚他本身经过了十多次的驱魔 但是病况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没有效 那先生到了最后没有办法 求助于阿末斯神父 但是阿末斯神父就 各位可以看 他紫色的尖灵 圣像 圣像十字架 他用这两者 一直跟邪灵在那边对抗 那对抗到了最后 阿末斯神父 他依然没有办法去降服这个恶灵 那就导致了这个路西亚 他终身就为邪灵附身所苦 那为什么阿末斯他相信 邪灵在他身上是根本走不去 因为路西亚的先生 他也讲过 如果不是从他嘴巴里面会吐出这种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装不下去的 对 装了下去一定会割裂伤 他没有这个现象 而他不断的吐出来 他就认为 这个邪灵 已经不是任何的驱魔师 所能够对付 这也就是阿末斯神父 在近三十年 他将近十六万次的驱魔中 他遭受最奇特的一个案子 阿末斯神父他驱魔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 但是阿末斯神父他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 梵蒂冈里面其实已经被撒旦给入侵了 梵蒂冈这个圣地真的被撒旦给入侵了吗 他其实说的并不是真正的魔鬼 他指的是心魔 为什么 好 我们先卖个关子 光是来看方济 教宗方济 今年就任一周年对不对 教廷帮他铸造了 你看多美丽的金币 对不对 一周年官方纪念币 奇怪了 这么美美的金币 马上就被抓包 大家请看 这个英文字 L L 为什么这个英文字拼错了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 拉丁名字叫IESVS 你意思说第一个字错了 第一个字母就把人家印成L I变成L I变成L 教廷印的金币 教廷是这么神圣的地方 教廷会把英文字给印错 这怎么可能呢 你每天吃饭都靠这个家伙 对不对 你每天读圣经 你都可以摸到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你竟然把纪念金币给注错了 犯了这么大的错 可见得它有多少事情 是我们各位观众不知道的 大家知道教廷有个银行 就叫梵蒂冈银行 对不对 125年来 账目不清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能管控 你意思说 100多年来 这个银行里面的账目并不清楚 这银行里面用的钱 怎么游走 完全不知道 那是一个黑箱 那是一个黑地带 连教宗都没有办法看到 里面真正的内容跟账目 而且 你的意思说 银行被撒旦给控制了 对 而且我跟你讲 撒旦的手刀就伸进去 100多年来 它不只牵涉太多的洗钱案 但这个银行跟其他的银行 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是因为 这个银行只接受神职人员 也就是主教 红衣主教 还有教室 都是这些高阶人员的存款 一般人想存 存不进去 这样不对啊 那别的银行一般都是要抢客户 只要你有钱来 你都可以把钱存进来 凡帝钢银行大到不需要拉客户 什么 也不接受外界存款 所以说你说他的黑箱重重 黑木床床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多有钱 这个月凡帝钢银行终于在100年之后 把他的账公开了 哇好厚喔 100多页 写得洋洋洒洒说 2012年凡帝钢银行的盈余是 八千六百六十万欧元 立钢你会想说好多 三十四点四亿新台币 真的蛮多的 小小的凡帝钢有这么多的存款 我告诉你 而且他也不是全世界的钱都可以存进去 全意大利国民都不相信 只有三十四亿台币 你一直说 太少了嘛 范蒂钢银行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少钱 也就是说可能更多 更妙的是 2012年是盈余八千多万欧元 他前一年 2011年才两千万欧元而已 怎么可能一年翻四倍 一年变四倍 这有问题了 这个账太奇怪了 所以范蒂钢就解释 教廷自己解释因为 我们2011年做的 全球银行交易获利很好 我们的债券又增值 所以一下增值了四倍 立刚 怎么可能呢 金融海啸刚过 怎么可能一年之中增加四倍的钱 而且欧洲还在金融风暴 对 不可能 所以这些到底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出来了 好 OK 我们就来讲 今年六月 方济教宗他决定了 我一定要改革范蒂钢银行 所以说他成立一个什么叫 宗教事务委员会 他就要改革 你知道吗 他一宣布改革 你知道 结果意大利的检方马上动手 两天之内把这个人给抓了 这个人叫什么 叫五百先生 叫五百先生 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拿着五百块的欧元 在手上这样亮亮亮 大家都可以来找我 干什么 五百欧元是欧洲最大命额的欧元 五百欧元 容易拿来干嘛 洗钱 你知道五百欧元相当于多少 就相当于台币两万多块 你知道吗 一张五百欧元就等于两万块台币了 好 我们把五百乘以两千 两千张五百欧元等于多少 一百万欧元对不对 才1.6公斤 谁都可以 我给他放在口袋里就可以了 对 所以一百万欧元 真的老实讲很轻 他就专门干这种 跟反正你是什么人都可以 反正你只要找得到我的话 我就拿五百欧元跟你换 他最多的就是五百欧元大超 而且是新超 果然他被逮捕之后 他承认 因为这五百欧元 警方都一直在盯的你知道吗 就是盯不到范迪钢银行 因为意大利警方不好去 结果教宗一下令说要成立宗教事务改革委员会之后 意大利警方把他抓了 他抓了之后他马上就公认了 他从瑞士帮朋友用私人飞机 运送白花花的两千万欧元现钞 到意大利去被火逮 就是这个史卡拉诺先生 被抓了 他也认罪 范迪钢银行的总经理跟副总经理 因此双双下台 就在今年六月的事情 好 大家听到这样子 大家就觉得说 范迪钢银行好黑 好黑的还不只有这样而已 2009年的时候 他的主席叫格利泰戴斯基 他那个时候上任的时候 被公认为欧洲最具有什么 最具有这个就是说 这种连结的心肠 他也打击犯罪 不遗余力 所以被称为白武士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白武士在2009年一上任 你知道吗 美国你知道就开始盯他 盯盯盯盯盯到最后发现 他可能是最大的洗钱户 什么 他居然人家称为白武士是 尊称他 他居然是洗钱大户 美国召会意大利政府 马上把这个小银行给我 2300万给我冻结钱 叫什么 Credito Adigiano 这个银行2300万欧元 跟他有直接关系 可能就是他直接洗的钱 所以就算是白武士 也都不免会设上 洗钱的行为 大家听了那么多就觉得说 哇那多恐怖啊 意大利范蒂冈的这个 就是说他的银行里面的钱 全都是让人家无法理解 银行的账目有问题 不干净的 钱有问题 利刚只有光是这样子吗 不只这样子吗 30年前就已经发生 这个是历史悬案 1982年 意大利银行的最大股东 就是范蒂冈银行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这个意大利银行的主席 叫卡尔威 他有神的银行家的美名 你知道吗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结果这个意大利银行 他你知道吗 他贷款给多少 13亿出去了 然后是由范蒂冈银行 因为他是最大股东 他受益 他贷给一些空头公司 结果在这些空头公司 倒了以后 意大利银行面临倒闭 对不对 他在倒闭之前 他就说 他就跟当时的若昂保禄 二世教宗检举 他说我要检举这件事情 然后带着机密文件 就飞到伦敦去 那这不就是 意大利版的半折直述吗 没错 对 他就是要威胁 要爆料 对不对 结果两天之后 他死在伦敦的一条桥下 我跟你讲 当时BBC报道说 他可能是致敬亲身 结果警方在他身上 搜出一堆砖头 砖头上踩不到指纹 这个案子30年了 还是悬案 大家就可以知道 梵蒂冈银行 有多么黑暗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大家听来 好像只是一般的话 可是梵蒂冈银行里面 真的是撒旦入侵了 而意大利 现在这个时候 还有包含梵蒂冈 钱的问题 使得这宗教 变得还继续神圣吗 驱魔师 真的能去得掉吗 说到驱魔 这前印尼总统苏哈托 他的女儿 出了点状况了 结果 有人给他一些建议 建议之后 他女儿有恢复吗 社长 对 其实我们讲 广帝刚驱魔 大家知道 其实东南亚 驱魔的那种现象 其实很多 很多 只是那个华力 高低而已 在东南亚国家 他们有一种 驱魔是有分级 第一级的叫阿战 高级的叫龙坡 叫龙坡 那当时是讲 苏哈托总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 当时是有留下证据 留下这个画面 留下画面 各位可以看 这个中间跪在地上 有没有 跪在地上 那个就是苏哈托 当时在位时候的 等于他印尼前总统 当时还在位的时候 跪拜一个高僧 一个和尚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 印尼是回教国家 回教国家 怎么会去跪拜一个高僧 和尚 和尚 和教 那其实有背景 背景就是你刚才讲的 为什么 苏哈托总统在位的时候 他有一个孙女 他非常喜爱这个孙女 叫花地马 花地马当年出世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18岁左右 他说这花地马还没出世之前 是像阳光女孩 彬彬有礼 皇家教养 长六漂亮 又阳光 各界年活泼 那有一点这个花地马 就18岁那一年 他去参加一个 印尼举办的一个海滩 夏令营 他去的时候 当年一堆年轻人玩 在一起 当天有一群男孩子 来跟他邀約说 那明天我们出海 搭游艇出海去玩 好不好 结果这个花地马就说 好啊 结果第二天 就一堆懒懒 你年轻人就出海 出海玩的时候 在游艇上有一个男生 就过来跟花地马 说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就手伸出来 跟花地马握手 就握手的时候 花地马感觉稍微怪怪 因为他觉得他手握的对方 手里面有油油的东西 就油油 但是他不觉得什么 可能冒犯什么 所以有东西附着在他的手心上了 对对对对 但是当天他回来 从游艇上回来 当天晚上就开始 头发烧 头昏昏沉沉的 一直一直睡不着 然后他眼前一直有一个黑影出现 就是这个男孩子 那当时他以为是可能晕船 或者说这个男孩子跟他玩得很投气 所以想一想明天就过了就算了 结果后来从此以后 他每天就开始开始慢慢慢慢一直一直狂叫 油轮式 然后开始变成精神失常 你说他精神状况一直出问题了 一直出问题 然后他一直说 他一直眼前一直有一个黑影出现 就是那个蓝的一直出现 他要冲出去皇宫 冲出皇宫去找那个蓝的 结果他皇宫下痒很好 怎么可能让你随便去找 后来他以无人处 一直要又瘦下来 那后来没办法 苏拉托就令人 令人用那个铁链 把他拴住 不让他出去 那后来就只好找医生来看 那像我总统 国内民医这么多 就开始印尼对 民医找来看 找来看 民医的检查到底是 是什么现象 后来检查身体状况都很好 都很好 那后来一检查 检查了多少 两年的时间 你知道苏拉托还印尼治不好 找澳洲的香港的新加坡 那种民医都来治 知道你有这个精神病 到底怎么一直治不好 这样持续了两年 后来有一天苏拉托总统 是碰到谁 碰到一个泰国 驻那个印尼的 一个银行的一个总裁 这个总裁跟他讲说 这种现象 泰国这边 会认为是一种血模附身 如果你愿意的话 因为你是回教国家 你没有宗教机会的话 那我帮你找泰国一个 叫隆坡八十 刚才那个照片 他跪拜的那个和尚 就叫隆坡八十 他说我帮你请这个 他是那个当时 泰国佛教总会的会长 帮你请这个人 这个法力很强 来驱谋试试看 那说他反正治了两年 没办法 这个孙女已经快完蛋了 销售受得不省人形了 每天以无伦次 后来就叫这个人来 这个人隆坡八十 一到印尼以后 先办一次法会 法会办了以后 就叫人家把这个 这个花地马 抓到他前面来 花地马碰到这个 隆坡八十后 是眼落凶光 他说眼心 那个眼落清光 然后冲过去 要杀那个隆坡八十 当时很多状况 你知道他刚才讲 腿上还练着链子 铁链 所以他还是 拼了命要去杀他 说好几个状况 压不下来 后来隆坡八十 是用那个两条 那个白色的精神 上面有那个经纹 缠绕在他那个脖子上 然后那个他们 听说叫圣水 或者叫浸水 用浸水撒在他身上 撒了以后又开始练经纹 练经纹 最后拿一把刀 叫灭魔刀 灭魔刀在那个 花地马的那个 手腕这边 隔空画了两道 然后在膝盖那边 又隔空画了两道 这个花地马才安静下来 过了几个小时 以后花地马醒过来 突然间就变成活泼 因为阳光起来 恢复以前的状态 你是说他完全恢复了 他完全不知道 他之前自己的状况了 完全不知道 完全他就恢复到 正常的形状了 然后他家人问他说 你刚才怎么回事 他说刚才那个大师 在撒这个浸水 到我身上来 我觉得身上像火一样的 灼烧 很痛苦 很痛苦 我看他用那个刀 在画我这个膝盖 跟手腕这边的时候 一画我觉得更痛 那突然间有一个黑影 从我身上就跳出去 一跃而出就跑掉了 黑影就跑掉了 所以他就好了 好了 所以后来就留下 这样一段画面 刚才讲那个 印尼苏阿托 他说 我不得不信 这样的一个东西 后来他问农坡巴士 这到底怎么回事 农坡巴士说 其实他当时握手的 那个男孩子 手上那个油 就是东南亚有名的 降头油 叫殷尸 殷尸油 对 就殷尸油 所以这个男的 等一下的降头 这个你的整个混变 他牵走了 牵走了 他一直一直有一个 黑影附身 其实那个是邪灵附身 后来农坡巴士 就用这样的方式 把他解开了 这是印尼一个 前总统苏阿托 亲自印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东南亚这种事情 其实里见不鲜 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年轻人 好像郁郁寡欢 可是有一部电影 卖的正行 中拓塞当中 有一些密码 这些密码 就可以结我们 年轻人心中的货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